復活的身體 讀經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三十五至四十五節 或有人問死人怎样復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 无知的人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即如物子或是别样的谷 但神随自己的意识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人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復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留坏的 復活的是不留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復活的是荣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復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復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常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活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我们很喜欢追问一些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 例如上了天堂的新闻仔 还会不会长大呢 或者是在几百年前死了 如果围体已经完全腐化的人 神又怎能够使他復活呢 即使是保罗时代的信徒 也都喜欢问一类的问题 他都想知道 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基督徒将会以怎样的身体復活 这是一个涉及自然常识的问题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 可以在花园或者在田地里找到答案 一般人总是以为 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 但是我们从自然界知道的事实 就是刚刚好相反 死亡是带来生命的开始 例如我们必须将种子 埋在泥土里面死了 种子才能够生出生命 长成一棵植物 换言之 除非人才死去 否则就不能复活 种子生出来的乱雅 或者长成的植物 和原来的种子是完全两个样的 种子的颜色可能是黑色 或者是咖啡色 甚至是白色的 但是长出来的乱雅 它是翠绿色的 而且比种子的体质要大很多 但我们种什么种子 收的也是什么果实 例如种番茄的种子 就长出番茄 种桃花的种子 就会长出一棵桃花 我们如今所拥有的身体 是血肉的身体 但是到将来 我们就会有宿命的身体 我们如今的身体 是一个会患病的原药身体 但是将来的身体 它是真的不能够侵扰的强健身体 实在现在的血肉身体赐给我们 将来它也会像我们属灵的身体 不要以美神所赐给你的身体 它是特别为你而设计的 死亡会生出生命 所以随着我们肉身的死亡 我们就会复活 世纪母告诉我们 在复活的时候 未信者的身体会怎么样 但我们知道 信徒将会有一个美好的身体 而最令人兴奋的 就是那个身体 将会和基督的身体相似 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在生活中认识你的复活大力 帮助我在这一刻 就能够将新的生命活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